宁德时代起诉风潮能源不正当竞争 IT之家 2月14日消息 据界面新闻报道 近日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宁德时代对风潮能源提起了诉讼 案尤为不正当竞争 案件将于本月开庭 报道称 这一案件的被告 还包括无锡天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和保定义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界面新闻获得的多份法院判决书显示 2018年至2019年间 9位宁德时代员工在离职后 分别加入无锡天红和保定义新 为宁德时代的竞争对手风潮能源提供服务 法院认定 无锡天红和保定义新均为风潮能源的关联方 宁德时代认为 这9人违反了与其签订的保密和敬业限制协议 因此要求他们赔偿违约金100万元 IT之家了解到 根据韩国市场研究机构SN1的统计 宁德时代去年在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市场 占有率为32.6% 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 风潮能源以1%的市场占有率进入全球前10 2021年 该公司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增速同比超过430% 入冰箱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